演奏着水晶钢琴 台上深情演出 粉丝更是全场大合唱 看似气氛超好的演唱会 却传出黑粉攻击事件 19日歌手林俊杰 在上海举办演唱会 却传出演出途中 座位区疑似不时出现雷射光 往艺人脸上打 网友拍到林俊杰脸上 出现不寻常光点 随后微博上更出现相关截图 有黑粉表示 买了前排的票 准备雷射笔 想把艺人给照瞎 引起议论 事件还登上热搜 好好的演唱会变调 有中国歌迷起得大骂 怎么老有这种事情 为安应该更严格一点 也有人直批太恶毒 标签林俊杰的公司 该把老板顾好 更因为黑粉留言 出自周杰伦粉丝群组 还出现双方粉丝隔空交火 事后相关人员表示 林俊杰眼睛没事 之后会加强查验 也有人解释 雷射笔光线会带有笔直光束 大家看到的可能只是反射光点 纵然黑粉们言论可疑 但粉丝们不用太过担心 三天新闻 林涵报导